你聽說過高麗菜有分性別嗎 高雄女女網友到市場買菜意外得知 高麗菜也有公母之分 讓她非常的驚訝 詢問專家才知道 原來呢這都是坊間流傳 實際上高麗菜是沒有公母之分的 至於菜的外觀還有口感 則是氣候因素影響所致 來到市場左看右挑 民眾挑菜不外乎挑外型或是新鮮的 但說到挑性別好像很少見 沒聽過搖搖頭眉頭緊皺 不知道怎麼分 看來多數人都一樣很驚訝 現場還有菜飯直接現剖一顆給大家看 只是高麗菜真的有公母之分嗎 公的高麗菜跟母的高麗菜 專家回應一切都是誤傳 一般來說高麗菜屬於十字花科 沒有公母之分 通常為公花幾母花結合有了種子才種得出高麗菜 至於吃起來的口感以及外觀 為什麼會事源事間 專家也給出解答 天的話它是在低溫的時候 比如說山上或是台灣平地冬季的時候 它有夠寒冷 然後它高麗菜造成它的花牙會往上頂 高麗菜公母之分來自坊間流傳 第一次聽到民眾難免覺得稀奇想求解答 但不管高麗菜是不是真的有公母之分 其實都不重要 重點在於料理後的美味還有其中的高飲養價值 記者高雄做不到 日前有名產婦全家人都確診新冠肺炎 家中的環境無法進行一人一室隔離 但他還是平安無事 他的婦產科醫師推測 可能是產婦的新冠病毒受體AC2發育不佳 因此不容易被感染 還說這才是真的天選之人吧 不過其他的醫師主張 當同一時間環境病毒量高的時候 不管是誰都容易被感染 關鍵在於有沒有做好個人防禦 有產婦的家庭 防疫都會特別謹慎 以免一人染疫全家遭殃 影響到媽媽和小孩 但日前有名產婦就讓醫師非常驚訝 因為產婦的其他四名家人 統統確診就他一人沒事 家裡面也沒有辦法一直 隨時都戴著口罩 還要再問三個小孩 理論是他被傳染的機會 應該是非常非常高的 醫師說產婦生產時 正是疫情最嚴重的階段 少了親朋好友的往來 先生只能留在家帶孩子 讓他獨自一人到醫院生產 但當產婦順利生產回到家時 發現全家人都已經確診 礙於家裡空間有限 他在隔離期間沒辦法一人一室 但離奇的事竟然沒被傳染 醫師就分析 新冠病毒要進入細胞 得先穿透受體ACE2 就像是有門才能進入 他猜測這名產婦受體發育不佳 因此不容易染疫 直呼這才是真的天審之人吧 其他醫師主張當環境病毒量高 不論是誰都很容易被感染 只有做好個人安全防護 才是最重要的 儘管產婦無法一人一室 但如果分開用餐或是減少 跟家人接觸也都能降低染疫風險 記者中文報導 台灣本土個案持續守在3萬多例 不過染疫縣市的分布出現了變化 新北市重新列入全台第一 而新增的198名中重症個案當中 多了兩名兒童密西西個案 另外還有一名打過3G疫苗 有慢性神經系統疾病的20多歲男性 染疫後住院8天病逝 對於我國本土疫情 有沒有機會在7月跌破萬例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有可能這一週也會評估 是否再放寬每週的入境人數 全台確診數持續微幅下降 3號新增3.2萬例 對比台中高雄 多較前一天減少500例以上 反倒是新北只少了不到百例個案 也再度重列全台確診首位 而198例重重症個案中 還有兩例兒童密西西個案 年紀最小的是5歲男童 就一發現頸部淋巴結腫 和兩側小腿披診 而另外一名7歲女童 接種一劑輝瑞疫苗 隔4天還是確診 居家照護後又出現發燒症狀 醫生特別提醒 只打一劑效果不夠 又同至少得打兩劑 才能訪MISS C 而另外還有一名打過3劑疫苗的 20多歲男性也在住院8天病逝 只是五國確診數持續在三字頭卡關 7月有機會降到萬利嗎 都有這個可能 我們現在在下坡期 平原期我們現在出估大概1萬到2萬之間 可以觀察一個禮拜嗎 如果這連續這7天呢 它有時候上有時候下 不是一直往上的趨勢 那這個就叫平原期 面對疫情趨緩也在掀起出國潮 有專家認為只要防疫旅館 和防疫計程車量能可以負荷 每週入境人數從2.5萬 再提高到4萬也沒問題 但目前還不到開放0加7的時機 除非等到本土疫情走到平原期 國外B1.4 B1.5疫情也沒上升 而且要以打過3劑疫苗者優先 再來開放才會更穩健 入境的人數現在都要研溢 我想這段時間看起來需要性是蠻高的 不過我們整體要稍微做一下盤整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的疫情 有沒有持續下降 國內的醫療量也都要納入考慮 這禮拜會討論 說到底會針對入境人數 還是居檢天數再做放寬 就等指揮中心評估 記者為了點點金順的推測到 天氣炎熱 民眾細水消暑要注意安全 日前有網友拍下 有人在花蓮收封箱的老西 直接從三層樓高的橋邊 跳下吸水非常的危險 消防人員呼籲民眾不要這樣子跳水 因為經常會發生事故 也提醒民眾一定要注意安全 以免發生汗濕 民眾站在橋邊 下一秒從高處一跳而下 這個舉動讓一旁的人看了 不禁捏把冷汗 超危險的 跳下去就不安全了 跳真的是錯誤的事情吧 直接跳下來幾乎都是撞到石頭 還蠻危險的 因為我小孩看的時候這樣嚇一跳 不過也有人見怪不怪 不會覺得很可怕嗎 不會啊 習慣了 因為我們自己都這樣 這裡是花蓮縣受風箱的老西 演夜夏日 吸引不少遊客來這裡玩水 但日前就有網友拍下 有人竟然從上方的橋上 直接跳下溪水 但是橋和溪水的距離最少有三成樓高 實在太危險 消防人員也呼籲民眾 千萬不要這樣跳水 盡量不要稀鬧 也不要從事一些 在水上的一些危險性的一個動作跟行為 那這樣會造成你自身的一個危害 暑假到來天氣炎熱 不少人會到海邊或溪邊玩水 消防人員提醒 千萬要注意溪水安全 避免汗事發生 記得陳金葉花蓮報導 勝利 retreat 傾人